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加勒比海多国继续展开埃尔玛风灾过后救援工作 荷兰军方开始从圣马丁岛撤走灾民 而在古巴 风灾据报造成至少死人死亡 令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风灾死亡人数增至38人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11日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6周年纪念日 总统特朗普携妻子梅兰尼亚于当地时间8点46分 也就是16年前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的时间 出席了在白宫南草坪举办的默哀纪念仪式 这也是特朗普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参加仪式 白宫默哀仪式结束后 特朗普随即前往五角大厦 于9点11分随国防部长马蒂斯及部分遇难者家属 举办私人悼念仪式 向死难者献上花圈并发表讲话 特朗普警告恐怖分子 美国不会被吓倒 强调当美国团结起来时 没有力量可以寄倒 飓风爱尔玛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后 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并预料会在当地时间12号下午 进一步转弱为较弱的热带地气压 虽然爱尔玛风力已减弱 但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警告 风力仍然接近飓风极数 当地时间11号早上 爱尔玛直扑佛州第三大城市坦帕 造成多滴淹水 而爱尔玛至今已在美国造成至少5人丧生 大约630万人疏散 此外风灾也导致佛州大量房屋和建筑物被摧毁 超过580万住家与商家断电 爱尔玛连日来又导致佛州海陆空交通瘫痪 美亚密国际机场11号暂停航班起降 而在佐治亚州受风暴来袭影响 亚特兰大的机场也有大约800个航班被取消 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暂停 德格萨斯州普拉诺市 10日晚间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案 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至少8人死亡 两人受伤送医 伤者目前情况不明 事发在普拉诺的春西宫公园大道一户住宅内 警方在晚间8时接报有枪击案并赶敌现场 第一名冲入室内的警员 与一名持乡男子正面对峙 随即击毙了该男子 目前所有被害人和嫌犯均身份不明 但被证实为成年人 警方还无法确定嫌犯的作哀动机 其他细节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据悉枪件发生时正在举行美式足球 达拉斯牛仔队与纽约巨人比赛的观赏派对 苹果公司宣布将于美国时间9月12日上午10点召开苹果新品发布会 和10年前的发布会不同的是 发布会将在苹果在旧金山湾区城市库比利诺的全新苹果公司总部举行 该机院位于主园区的一座小山丘上 是一座拥有一千座位的圆形礼堂 据透露此次发布会将公布纪念10周年的iPhone特别版本 传闻该款iPhone价格在1000美元左右 功能包括不锈钢主体和5.8英寸的OLED屏幕 机身极端的实体Home键将被移除掉 改以虚拟的Home键取代 此外苹果还将发布更新的Apple TV Apple Watch和iOS和MacOS发行日期 以及其HomePod更多详细信息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特朗普政府在宣布取消 同年离美暂缓遣返计划DAC后 影响到高达80万名梦想生在美国的去留 而有报道称 接下来当局即将检讨的移民族群 可能将是临时保护身份的受益者 根据估计 目前在美国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外籍人士 总共约有44万人 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法规设计主旨 在于提供暂时工作证 免于遭受遣返的保护 予以来自某些危险国家 且面临生命威胁的外籍人士 危险国家的定义通常包括武装冲突 内战 天灾以及大规模传染疾病等 虽然临时保护身份的基本定位属于暂时性的 但由于某些国家常年遭逢战乱与灾难 导致来自这些国家的某些公民 受得保护身份的资格近达数十年 网络拒播谷歌因在搜索结果中 太过偏袒自家的网购服务 今年6月遭欧洲反垄断当局 出以24亿欧元的史上最高罚金后 今天启动法律挑战 在卢森堡的欧洲联盟法院提出上诉 欧盟此前判定谷歌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 并限时期在90天内改善 否则将面临更多罚金 欧盟联盟法院发言人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谷歌发言人也证实 谷歌已递较上诉请求一事 但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 由于提起上诉并不会暂停罚金 因此谷歌仍得先缴金罚款 谷歌今天的行动开启了与欧盟当局的诉讼战 预期要历时几年才有结果 并且让双方已经紧绷的关系更加难解 俄勒冈州小镇派勒特研近日寻求帮助 希望州政府能帮忙解决野生火机 四处破坏花园和留下粪便的窘境 位于波特兰市东方370公里的小镇派勒特研 居民有1500人 有数十只野生火机在该镇游荡 当地居民在示意会上提到 曾在庭院同时看到68只火机 当地官员此前曾提出几个解决办法 包括替野生火机截渣等 但他们最终决定寻求州政府协助 俄罗冈州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生物学家 则提出了六项建议 包括禁止喂食鸟类 屠宰部分火机捐献给食物银行等 在那方面安省高等教育部长近日表示 在新的政府计划下 今年已经有18万5000名学生获得免费学费补助 这也是即去年预算首次宣布的 新安省学生援助计划取得的重大成果 高等教育部长马修斯于今日宣布了这一数据 社会学生人数相当于安大略省所有全日制学院和大学学生的三分之一 同时他还表示 虽然3%的学费上限仍在继续 但是学生援助计划将可以让更多学生 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官方将免费学费定义为正规大学文凭课程 或本科艺术或科学专业的实际成本 或者是高教育成本专业的平均学费 另外阿尔伯塔省当地警方近日与一嫌犯发生冲突 警方在逮捕嫌疑犯时 嫌犯试图逃离现场并撞上了一辆警车 之后该男性嫌疑人与警方之间发生冲突 在双方枪战的过程中 该29岁男子当场死亡 事发之后警方随后在其身上找到一把手枪 据目击者称 当时他们都听到了巨大的枪击声 目击者称 他看到几辆没有标识的警车围着一辆银色奔驰车 这辆车正试图冲出包围 紧接着他又听到了15声枪响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附近的工作人员称 他们以为那里有烟火 然后看到了警察 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次暴力事件 具体情况尚未明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